这是第一步啊 还有大老鼻孔 一种方法呢 是染中间 中间伸 两边染开 这叫染膏 那个第一个方法 叫染低法 这两个方法呢 根据不同的鸟 都可以用 这基本在鼻孔的位置 这个有时候干了以后 它在鼻孔这儿再染一下 鼻孔有勾 有的可能大鸟 比较明显的这儿有个坑 再染一笔 染两笔 现在没有全干 嘴在下边一般就染嘴峰下边的 口峰一下 贴叉来染 贴叉染以后 下逐渐染淡 这样 身前 这个身呢 拖这个 上嘴的这个边 这样的话 显得点比较亮 那么下嘴 这条线也是这样 不过怎么染 这这一点是上嘴 这边是亮的 下点是别暗的 这样呢 它有一个衬头 这一般黑鸟的嘴 黑的嘴是这样 如果是颜色的 比如黄的红的 就用铜类的加粉 打底子 拿点盐子去染 这个方法呀 一般是这样 这鸟的眼睛呢 一般用淡末 淡末 在周围 放里厚 如果想细一点的 可以再分染 这样逐渐上 有点那个立体感 中间是亮 边是深 最后呢 再点睛 干里厚 再点点眼睛 如果很小的眼睛呢 就很小的鸟 那么你没法再分染 你平头一个蛋的折磨 也可以 又折磨一次 平了 平然